我所知道的1930年代的马来亚是这样的 我的父亲他是一个不在家的父亲 那他的父亲呢 我的爸爸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阿嬷他来没说去 一场那儿竟然露了 珍珠港事件的同一天 日军大举南下马来亚 四五万华人被屠杀 不同民族的马来亚人 曾经团结来保卫马来亚 我们要求独立 要求民主 他就不答应了 他就开枪 很多同志都埋在深山里面 你们自己亲手有埋过 有 所以这个历史景景永远都很一样 中国是你们啊 做什么还要管我们呢 我说我们也是曾经马来亚人 我白天在中国晚上做木在马来西亚的 和平争取民主斗争的人 无法成为马来西亚人 习牺牲生命 保卫土地的人 无法成为马来西亚人 那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来西亚人 和你 我永远都会回来西亚人 那edy你也能帮回来西亚人 有一定能帮来西亚人 我永远都会回来西亚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